9月8月就是白露节气了,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,也是气候转凉的开始,此时凌晨及早晚的气温低,但正午的气温还很高,是秋日温差最大的时候,你会明显的感到眼下已过,凉爽的秋天悄然而至。 但是,以前,白露一时,就可以准备运动了,这时做好了日常保健,就是为后半年的健康打好了基础,今天就跟小伙伴们说说,白露期间该如何正确养生?白露养生的关键,在于子音润脏,具体怎么做呢? 记住一下这两个三次诀窍,就可以了,深不良白露节气后,冷空气氛披兰下,俗话说,白露深不露,着凉意泄度,顾宁思义,从白露之后就不要赤身露体了,不小心就会着凉,天衣防凉,未必秋凉,在穿衣方面,要注意腹部的保暖,因为脾胃容易在此时因受寒而引起腹泻腹痛的不是,而且, 由于昼夜温差大,早晚要适时增减医务,对于老人和慢性病患者来说,更应是十加一,不过,此时医务也不必加得太多,春午秋冬嘛,是当作些乃含训练,可提高人体抵抗力,但体质较弱的老人和儿童,糖尿病患者,洗脑血管疾病患者,笑闯病患者等还是穿炎时点好,睡不贪良, 白鹿时的作息应遵循秋三月,早卧早起的养生原则,保持充足睡眠,晚上尽量争取十点前入睡,晚上睡觉时,可换上宝贝,注意别灯被子了,并是当地的气温撤掉凉席,瞧高空调温度或者开风扇,当然,窗户也不要开得太大,避免寒风入寝。 此外,教你个去秋凉,的妙招,热水泡脚,莫以为这是冬天才做的事,实际上,从白鹿开始就可以在睡前用热水泡脚来暖身去寒了,中医认为,足部与全身的脏腑经络,跟关系都很密切。 自白鹿起用热水泡脚,又调整脏腹功能,增强体质之效,也有助于睡眠,泡完脚后,将足夕挫制发热,坚持下来,对保养神器很有帮助。 十一润白鹿后,寒气渐重,大家都会想着,要不要吃点什么锅来补一补。 不过,由于球季干燥,白鹿的饮食养生是以热为主,需要养阴液,若肺燥,让身体自顺度秋。 因此,现在要多吃点轻弱的食物和对肺部,呼吸到了有好处的食物。 比如,蔬菜类,莲藕,菠菜,百合,银耳,水果类,笔鸡,甘蔗,秋迪,甘芽,苹果,葡萄,赤丝,蜜,五莓,五穀类,糯米,糯米,芝麻,核桃,莲子,荤食类,猪肉,鸭肉,乌鸡,以上食物都有资金,热造,异味,养肺的功效,此时要多吃。 而人参,沙参,西洋参,穿背等了才,也有自应益气,是非话坛之效,对缓解秋造很有帮助,可遵医住和礼服用,甘甜润肺的冰糖雪梨,这时候就可以尝吃了。 在此,要特别推荐一个白鹿的印记食物,龙眼白鹿是属于龙眼的季节,此时的龙眼或是饱满,和小微甜。 在中医看来,龙眼性温,多脂,又补心脾,义气血,健脾胃,养肌肉,助睡眠的功效。 南方一些地区,就有白鹿必吃龙眼的习服,认为在白鹿节气时吃龙眼对身体可是大补。 当然,大补是不惧于,不过龙眼确实对辅助贫血,失眠,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有不俗效果。 如果当地有龙眼售卖,此时就是大快朵頤的时候了。 最后,教你几道简单一学,得白鹿养生妙善,一倍,轮造又养阴,大家赶紧学起来吧,一沙生枸杞粥。 功效,合资因瑞肺,讲述名目,用云辅助求基因血亏取所值的干壳烧痰,咽喉干燥,烧木干色等不适。 食材,沙生20克,枸杞20克,玫瑰花5克,精米100克,冰糖,做法,先将沙生加水电汁去渣,之后用盖药汁与枸杞,精米一同放入砂锅,再加水适量,用温火煮粥,待粥浆熟食,加入玫瑰花,冰糖,搅匀烧煮片刻即可食用,又出鞋热,聚精凡之小的沙生,两莲子百合包, 功效,可清肺润脏,止咳化痰,养性安神,适合支气管炎和烟烟患者在秋季常吃,食材,莲子百合各30克,瘦肉200克,盐,做法,先把莲子百合用清水浸泡30分钟,把瘦肉洗干净,切块后入锅用水桌一下拉出,之后在锅内放入鲜的清水,将莲子,百合,树肉一同入锅, 加水包熟后,适当放些盐调味即可食用,百合莲子都是适合白露期间多吃的滋润食材哦,三山药一人粥,功效,可清补脾胃,肉肺生筋,止咳化痰,适合秋季常吃,食材,山药60克,一亿人60克,饰饼30克,做法, 咸酱一亿人家水入锅煮至辣熟,之后把姜山药捣碎,饰饼切成小块,一同下锅煮粥至熟即可,身不良,食一润,白露养生记住三思绝,白露秋分叶,一夜冷一夜,白露没了属下的白热,更是个保养身体的好时候,今天学会了白露养生的小伙伴,就位吧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